警方強力破窗大舉衝入民宅 打開房門把嫌犯通通壓制 在第一個都別想逃 尚靠逮捕 抢救肉票原來張花一鳴 21歲裝姓男子在家鄉找不到工作 從領書上查詢應徵網軍 以為工作單純 只是在網路上寫寫文案帶封像 不宜有他跟對方相約在竹南見面 沒想到近視幌子被押上車帶到民宅拘禁 連證件印章提款卡等個人物品都被沒收 四名嫌犯誘騙男子見面拿了他的證件 還有兩人負責看守 強迫被害人成為詐騙車手 一共被關了三四天 詳盡辦法拿到手機卻擔心打電話 報警會被嫌犯發現 使用警方的視訊APP報案 成功逃離恐怖的求職陷阱 記者中正行 陳正貿易雲傑 苗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